红教堂无敌点劫法 这边来讲一下这个红教堂支咬嘎拉点位的一个劫法 这个点位非常的恶像 喧嚣在这个点位只有一个面积可以覆盖到 虽然说我们可以放一个分身在这里 形成第二个区域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轮盘造成伤害 但这时候求生者可以摸 他摸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本体的一个封锁 让他摸不了 这时候就只能等一下那时间 你看他就躲回去了 躲回去了 求生者会想办法 看又躲回去了 这时候轮盘好了 轮盘 哎哟完了 这边失误了 然后用他给摸起来 这个很尴尬 那这地方是否就无敌了呢 理论上说话不是无敌的 我们是有方法的 但是这个方法也能让求生者拖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第一种方法的话就是你们如果当前是白色区域面炒一生的话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我们先打一下 打完之后呢在外边这个位置放一个分身 注意这个分身的区域要覆盖到求生者 覆盖到求生者 然后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只需要转轮盘转一次 转一次轮盘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就等一下这个轮盘的吸就行了 求生者的话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把自己摸起来 因为他当前处于一个红色的区域没有办法使用镇定剂 但是也可以无脑的亲自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需要注意 我们需要白色的区域啊 我们需要转两次轮盘 点点打点点 然后再打 把白色轮盘给掉过来 这时候就可以击倒求生者 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然后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 如果你们是当前黑色区域面炒这个一生的话 是不是面炒一生 那么先上完标记 方法跟上面一样还是覆盖 但是这个方法熔出力是真的很低啊 我个人不太推荐用这个方法 看到没有 这个白色没有打到 上的要么就是黑的 要么是黑的 那个什么红的 这个方法熔出力非常的低 这边再演示一下 这个是成功了的 这成功了的 他对时机的把握是非常的重要 我个人是不太推荐你们用这种方法的 这时候求生者处于那个红色去用不了技能 这时候我们要等一下这个分身 还有转盘 先放分身 叠加一个白色的 然后再转一次 就可以击倒 这个方法的容错率非常的低啊 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 如果你们真的是那个 黑色的区域的话 我建议你们还是把它调成这个白色的 然后再用第一种方法是最好的 因为第一种的话是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 好了 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